天 天苍苍兮 尚无缘 此运 问苍天 地茫茫兮 空于烟 遥望 尖甲 不负鬼神 不负仙 九转 情怀 我自己转 见个神汉 把命点 不向最后 乃是命脉 内卷 吃美饭 网友 大家好 感谢您的点看 这里是伊斯卡特之谜 最后一期 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的画质是真不错 风景秀丽 终于来到被烧毁这个房子了 一句话捕完前景 至亲相残的一家屋口 辈分从上到下是爷爷 爸爸妈妈 叔叔 哥哥 最后一个最小病的小孩 伊斯卡特 伊斯卡特说话了 他说我必须得烧这个房子 你听这个声音 是爷爷说的 不行 不能让你不做 而且蹦出一个单词 乌鸦座 剪谜呢 各位去看画面吧 我还是说事 刚才不说嘛 至亲相残 反正前面几期 各位可以翻阅 都以推理探案的节奏 一个个还原谋杀现场 你听这个BM 很柔美 飘渺入境 我们所处的这个山剑也是封年很秀丽 甚至有点梦幻的感觉 但咱来这不是为了观光的 开局说受这个伊森卡特这个小孩 最小病的这个小孩委托 前来调查他这个家族为何要至亲相残 这么个借个神汉把命点 这来到最后一场 这个很明显的 这肯定是爷爷 经过前面几期的现场环境 就差他了 这看起来是被烧死了 那么烧焦了 很安详 就是走得很安详 你看他姿态有点作画的意思 就是死前被烧的时候没有挣扎的意思 看起来这个爷爷死前 已经接受自己寄丧的命运 和前几道不一样 然后这个条我读一下啊 不知道谁写的 就是我感觉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哪根线搭错了吧 反正总是有这么一道外来意识的影响我 这还一张 就是我试试把他封到墙里面 但他反击我没有成功 所以不得不放弃对妻子做这样事 反正他和Sleeper都不太高兴 我现在已经决定要听谁的 我这么一读 空枪是又很猛逼 反正前几期就知道 这个沉睡者Sleeper 映了咱眼前这个画面 应该这个游戏充斥了 克西风恐怖暗黑宗教 邪恶崇拜 直接解释了前面 行凶者被害者全都是自己人 就是一家五口 反正剧情推到现在 仅剩下这个爷爷和小孙子了 小孙子是个关键人物 仿佛就是因他而起 触发了古神的侵袭 为什么说仿佛呢 因为到现在游戏都没明说 咱先看一下这个爷爷 他是怎么被烧死的 他们看来 决定是要烧这个房子 和前几道不一样的 就是仿佛这个爷爷和孙子 并非是个异相像 仿佛是在合作 再拍下顺序从眼一翻 因为就剧情来看 全程保持理性 这个小孙子 伊森卡特暂停不提 这个爷爷是唯一一个 有心理抗性 坚持保持人性的加身成员 我孙儿啊 我抵抗住他的意识轻染 然后孙儿说 爷爷离我远点 然后这个爷爷表示 你放心我现在很理智 你已经过世了奶奶 她一直在保护我 相信我 我不会实在 我不会突然杀了你 我现在尽力帮你 我找到这个原宅主 凡德格利夫日记 他说为了让这个Sleeper苏醒 必须有人献祭 这就是当年献祭的训导者 我就是发现这个房间中 不慎触发这个Sleeper的苏醒 导致咱这一户户全部交代 这个凡德格利夫当年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不停的折磨他们 让他们生不如死 来供养Sleeper 这个邪神 而再次封禁他的关键 就在这个密室里 差不多了 以我体格可以挤进去 看见没有这个爷爷 很明显是精神抗性已经支撑不住了 他这一日即将崩盘 最大努力去帮助自己孙子 然后他说老婆 死去老婆盖尔 老婆你别再精神污染我 我知道你是Sleeper 为了不让你再次苏醒 我帮孙子 只能帮到这了 然后孙子 你在里面尽力去做吧 而我的存在 对你来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被这个骨神给擦翻了 所以 所以各位知道这个爷爷经受烈火灼烧 也能保持心灵如水 安然离去了吧 相比其他的家庭上 这个爷爷算是很牛的了 到这儿各位 重点来了 游戏从开始一开始到现在要讲事 就是克希武神反映到的残害 制止这个普通的家庭了 仿佛是最后要收尾了 咱得看看这个仙神到底是什么样 或者说在里面 Ethens如何和他对抗了 反正处处体现了克希恐怖 而且一通关下的这个叙述手段 和洛夫克拉夫是一样的比处 就永远都是拿人的离奇死亡说事 来映衬背后邪神的伟大 就是伟大的邪恶 伊森卡特 关键问题 他为什么会在这睡觉呢 Ethan 醒醒 你做到了 你成功阻止那个sleeper 你是我请的侦探啊 保罗先生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没错是我 很抱歉 我来晚了 所以他说这句啊 你是来了太晚了 然后脑回闪现 晃了个神 仿佛跨了另外一个时间维度 注意他这句杜白了 我又回来了 我知道这是个故事 是伊森卡特写的故事 也是我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还没结束 伊森不在了 墙面上有个涂鸭 就是他这个宅子所在的山间这个地图 只不过我这么一看 我的天 可能下面有点脱脊座 各位按住性子 因为我录制这个游戏中到停工了 时间也不长啊 也就半年多吧 所以这回录制之前的档子丢了 从头打的 故此我这一路走来丢了好几个必要的关卡 剧情文档收集啊 是必要的啊 你必要全收集才能出发最后的结局 不然的话你就看这个头鸭在这懵逼吧 反正你看这几个标记 全部都是 你看丈夫杀妻子 爷爷杀大孙子 爸爸杀叔叔这些现场吧 咱都一路探查过来吧 最中间这个story就是出发结局的 但是没满足条件 有好几个问号看见没有 那几个问号不算是主线凶杀现场啊 所以打不开真正的结局啊 我看这几个问号 上面那个Trump 是我之前出发过的 只不过为了录游戏 重新玩就掠过了 然后其他几个像穿越这门 我也都打过了 算了一个一个从简吧 各位稍等吧 其实各位也可以从看一遍啊 这些这些剧情都不白给了 都是大结局反转铺垫 这是传到最游戏最开始的地方了 任务就是找到六个陷阱了 六个捕收夹子 我从玩的时候没找全啊 还差一个好像 为什么要找这些Trump呢 它起源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些陷阱 是一个老头设置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在这边生活 类生存的是周边树木的枝叶 他怕别人来偷啊 你想谁偷这玩意是不是 但是故事就这么讲呢 所以呢周边村民他不理解 还以为他在藏什么宝藏呢 财宝 而对于这个老头来说 郑重下怀 这样他人注意力就放在财宝上面 而不是他的树枝 就是口粮啊 只不过他们想到下面的村民 秋才若渴 见前眼开啊 来了一招火 中取栗 行了找到最尾子了 就是火中取栗嘛 一把火把这片林子给烧了 只不过这些村民是引火烧身啊 结果烧了自己的村庄 全部给力 应景啊 你看这地上全是骷髅 哎 这个条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这是Eason和他爷爷 当时在这个场景的对话 条里面内容就是Eason写的故事 拿过来给他爷爷看 爷爷不惜的看 然后这还有个简报 两个事啊 一个就是爷爷的妻子 就是奶奶 死于一场火灾 刚才都看到爷爷自焚之间一直念叨他啊 第二个事呢 就是同在红西谷这片土地 另外一个豪主死于矿山事故 他的后边没有一个愿意继承他的家 而且老宅子都不要了 结果Eason卡特这一家六口就住进他的宅子了 毕竟是报纸嘛 报道这个是中肯啊 但是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 这个宅子之前的老宅主 就像刚才那个Eason卡特要封印这个古神的时候说了一样 这个老宅主凡德格利夫和古神签订了什么契约啊 他的后边好像都知道 所以不愿意继承他的家业 也不都不愿意住这个老宅 结果卡特这家住进来了 承袭了当年这个老宅主和魔鬼立的约定啊 哎 各位请注意啊 赵章来读是这么个事啊 但咱都是打开了隐藏剧情展现了这个文档 咱先到这个穿越之门 这一块操作呢 我就按手于心了 哎 这就是凡德格利夫的老宅啊 一共有两栋一大一小 由于操作呢 你先到这个大house逛一圈 把那里面的格局全都记在心里面 然后再到小房子里面打开穿越之门 凭记忆调整大房子里面的格局 而一共三层 加起来一共有九个房间 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考虑就是记忆的啊 哎 这这个大户呢 我一边玩一边给各位说 刚才在树下面给他爷爷写的那篇故事 就是你听那个故事 感觉云山雾罩了 哪个哪啊 想说啥 其实个无可忽悦 也就是小孩写了故事嘛 咱别管故事内容是啥 只要知道这个伊森卡特爱写故事就行了 这是一楼餐厅啊 这是一层的厕厅 还有库房 哎 等一下 你调整好就要进去啊 定格一样 这是一层的库房 总之呢 刚才那个引线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伊森 伊森卡特啊 爱讲故事 爱写故事 爱想 小小年纪 但是脑洞大开 这是最主要的 这个游戏一路看过后 可能都知道 他写的故事不止那一篇啊 看个硬刻漫画 他能想象自己穿越时空 让外星人给接走 穿越一核系 到达其他星系了 可为了还是天马行空 穷斯吉祥啊 说的就是这个小孩伊森卡特啊 而咱现在触发这个极限 还是体现这个小孩奔放了脑洞啊 我记得是二楼的测停吗 所以呢 这问题来了 各位 这个游戏如果不看到结局 能把人玩出神经病 神经病 他主题不明啊 你看咱是一路调查凶案 好像是表现着一家子非人灾的 人文景象 互相残杀啊 看起来像是披露丑恶的人性 但是呢 他们都不是因为什么事 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他有解释 就是Sleeper 客气恐怖 骨神的干扰 精神干扰 打开了隐藏了房间 各位看吧 这一看就是中世纪炼金术用到的一些器皿啊 很像 还有个人头啊 前面他有交代 就是说这个伊森卡特这个小孩 发现了个隐藏之门 然后进到这里面做了一系列研究 直接触发了Sleeper的苏醒 接着个场景 小伊森又跟他讲了个故事 他说这个隐藏的房间是一个魔法师的 相传他能预测未来 所以周边的村民多次灯门办法 求他受教 但是都被拒之门外 于是乎这些村民和真线一样 把他房子给烧了 但是要知道这个魔法他先知啊 他知道有人要烧他 所以早早的施衣法之后 保证他这个房间烈火不侵 而最后呢 你看咱来这个房间肉眼可见 外面都被焚尽了 结果这个房间灯火通明 这个故事到最后呢 村民在外面守着 结果再也不见这个魔法师 从这个房间出来 你听这个声音 这被吐槽 就是训斥这个小伊森 是他的叔叔查德 这是一个重要人文设定 就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不怎么喜欢小伊森 穷极奔放的思维啊 所以刚才他爷爷还算是比较婉转 这是他叔啊 之前还有他哥啊 还有他妈啊 直接开网 这想什么破玩意儿 天脑里面想什么呢你 这算是回到现实啊 所以可以想见 咱打开这隐藏房间隐藏场景 全都是映着他故事 游戏抽象的表现 这是现实的几个简报啊 刚才伊森想像那个蒸馏器啊 放在现实在这个老宅子 真有这么个东西啊 就在这个位置了 只不过是酿酒用的 而且是前前前宅主在这酿丝酒用的 还造成大火一度上了新闻的头条 下面还有一篇事实新闻就是说 当年美国部署的太空卫星 即将发射这些国家的大事啊 给咱看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小伊森想的所有的故事 在现实都有原型啊 所以这是在触发了一个隐线 然后在现在穿回去看看 好像还差一个地方 接着刚才说 就玩到现在 你闹不清他想讲什么 显示派丑恶人性 不是 可视恐怖到目前为止 游戏所有的环节剧情啊 占比最重的好像有这个 什么sleeper 什么乌鸦座 什么献祭的现场 反人人的凶杀 这个宅子上一个宅主的陈伦等等等等 但是呢 你玩到最后在收集这些元素的时候 你感觉还是 还不对味儿 因为你看啊 游戏玩的现在 他们把重点没有放在虚空 不可名状 深邃不可预测的恐怖感上面 这才是可惜恐怖对不对 他们焦点全都放在这个小孩身上 每一个以前都是个小孩写了一篇故事 你说这个故事写的好吧 他谈不上 你看我这照着字读起来一幅数啊 各位感觉不知所云 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当然他小嘛 没有文笔基础再放在一边 重点是体现他借题发挥的先天思维 这又来了啊 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他家族任何一个人 他说 人们到这来都是想探索自己的未来的 我的确能看到未来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过去 如果你找到我的房子 你必须得回答我的问题 死亡带来的是平静 还是痛苦 你是希望自己臭名昭著呢 还是默默无闻呢 你的文字让人感到痛苦 你会感到自豪吗 你会踏上无法回头的道路吗 背叛是因为不平等 还是不正义造成的 罪你是源自于内心 还是突发的思想 OK到地了 这一串灵魂发问 把他给问蒙圈了 一道比一道哲学啊 然后这篇故事啊 说了一句 刚才咱听到那一串灵魂发问啊 他其实是一个巫婆 听者或者回答者 当然不是咱控制主角了 咱知识中是一个旁观者 听的人或者回答者 是一个儿子 是一个男孩 他是来求这个巫婆 让他的母亲变得美丽 然后巫婆就问了他这么几个问题 他回答完之后 原地消失了 哎这个声音就是mother 他看完这个故事 就给小薛薛的说 别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活在现实嘛 而且听这个mother的语气 何弹之前见到他癫狂的状态 简直判若两人 他虽然讨厌这个儿子的小故事啊 但是寻善力道 柔情蜜语的劝导自己的儿子 这个故事还没说完呢 就是男孩原地消失之后 他妈妈就变漂亮了 而且他妈妈之所以加倍苍老 也是因为当初回了他 先是喜极而泣 然后就是恐惧悲伤 每天以泪熄灭 各位你就品这个故事啊 刚才不说 那个小孩写所有故事 他都有原型 你看这是现实中他妈妈给他留言 儿子 我不应该嚷你 在这说声对不起啊 只不过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哎大体是什么意思 然后落款就是爱你的妈妈 聪明的观众其实已经察觉到了 这故事里面的mother 其实就是现实中的mother 肯定他娘怀她的时候 因为家里的原因 倒没有明说啊 从喜悦到恐惧到最后的悲伤 对应他父亲的温暖 可以想见 就是怀了孩子们 老二刚开始很高兴 后来丈夫总是痴迷于那些没有用的专利发明啊 以至于家计不好 养孩子很吃力 恐怕孩子饿的到后来悲伤 最后没办法做一个女人挑起经济来源 所以现实中他的妈妈极具苍老 肯定不是像故事里面一直在那哭 而是被生活中在压子累的对不对 而且他写这个故事男孩最后见过乌婆之后 原地消失了 他妈妈就变漂亮了 这错方面说明了写故事这个小Eason 对现实中的mother很内疚 就是因为自己的降生才让mother那么劳累 在假想的故事中希望自己消失 妈妈就可以回归年轻美丽态了 所以你看这个小Eason 写故事处处玩暗和啊 总之咱现在把所有的故事全都收集齐了 咱回到主线出发最终结局 大反转来了 各位黑厅的朋友把注意力放到屏幕上 我们一起屏息了 诶 这第一视角是Eason 他哥 就是我天你怎么窝在这我弟啊 快点去吃晚饭吧 Eason表示 别烦我 同样这个哥也是一反之前暴虐的姿态 就是一个关心包地的哥 这是他爸说话 跟他媳妇说的 小心你的灯啊 这是他叔啊 就是给他爸说 你儿子怎么回事啊 摸上了吗 天天乱写乱画了 搞什么鬼 这个妈的表情 你懂点事吧 你天天想啥呢 忘了吃饭 然后这个意思 我进入创作状态了 灵感迸发啊 思路永全啊 然后他哥说话 什么满音啊 什么外星人 什么文化是啥的 然后他爸表示 算了算了 找到了 咱回去吃饭吧 然后这个叔叔 你得好好说说他 你这个崽子天天给丢了魂似的走火入魔了 然后咱哥说你个小混蛋 懂点事吧 这还没说完 这个妈他急了 你怎么能这么骂你爹 哎 一激动手一哆嗦 这刚开始就让你注意水上有灯 这他妈火势就这么迅猛 一秒不到火势乱窜 他出不去了 烧是烧不到 呛也给呛死了 对不对啊各位 这小意思表示别急别急 还有时间 我趁这会儿再想个故事 我这想个什么故事呢 我这危难之际生死毫历之间 我就想一个天赋异禀 天天具备灵事的侦探 千里迢迢赶到这个地方来救我怎么样 各位注意啊 眼前的电子表是七点整 我构思了你的故事 但是不想我真创造了你 你梦想成真 我还不能走 因为你的故事我还没有构想完整 我即使站在你面前了 这个故事就完结了 Eason 那我可以释怀了 是的 撒手人还吗 你可以在另外一个维度继续你新的旅程 各位看那个电子中 七点四分 也就是说游戏从开始到结局 第一视角空的侦探 仅在这四分钟完成了全部举行 全都是个小意思在冰死状态 弥留之际的脑洞 现实世界妈妈和爸爸非常关心他 叔叔也不是很暴躁六亲不认的主 至于哥哥虽然还是啪哩啪气的 但是你看手拿着消防服也是奋力要救自己的弟弟 当然了更没有什么惹人心智的sleeper 乌鸦座邪恶即死啥的 就是全程你看起来最正常的这个小Eason 放在现实其实是最不正常的 小Eason 那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最后这个反转实在是够累人 敲破脑袋都让他想不到 只不过和前面的硬衬实在是太突兀 怪不得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看介绍就给它定性 魔幻现实 这可真是把这个词发挥到极致了 全程都是在魔幻 我所理解的魔幻现实是 是拿柔美的魔幻去反映残酷的现实 它是只好掉个个 拿惨无人道的魔幻去反映了柔情的现实 是我头回见 而且严重夹带私货形象 客气恐怖和剧情招标 完全不搭嘎 多余的 当然了小孩天马行风 怎么说都行 我唯一不理解的就是 主线这则故事就是咱主角这个侦探 其实就是个小孩想的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人 关心自己的至亲 爸爸妈妈叔叔哥哥 让他们在自己的故事里互相残杀了 我实在不明白 就是因为都讨厌他编排故事这个项目爱好吗 这也太阴暗了 还有最后这个现实中的火灾太儿戏了 总之呢 这个游戏终极利益 就是一个少不公式少年反骨 不服家长的管教 在自己的脑洞空间可就是糟解他们 而且过于痴迷妄想 死前都不忘编排一档故事 所以你看到最后 往深处想这个利益不太好 但是游戏过程中呢 这个悬疑气氛拉的很满 甚至有点沉迷于客气恐怖的鱼 只不过到后来才发现全都是泡沫 当然全程从画面来讲 最为经验的 还是那个外星人降临地球 把它带到九天之外的那一则故事 毕竟全程这个游戏 它的风景的渲染上面很到位 就是这个风景 在恐怖游戏界算是顶尖的 但是你要把它称之为第九艺术 我感觉这过了 就是这个第九艺术来讲 同样封身那个伊迪芬奇的记忆 虽然画质比不了它 但是利益又比它深更多 那则是圆满的魔化现实风 这个呢 站在结局来看呢 有点故弄玄虚的意思 不过最后这个反转的确是雷人 它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让你想不到 而不是贯穿思想发人深省 所以不能称之为第九艺术 反正最后批判的我 也是站在这个小男的角度 这个伊森卡特 真的不应该在自己的故事里 遭见自己的 这么关心自己的亲人 你这不是不知好歹吗 你这不是狼心狗肺吗 是不是 我他妈要贪这样的家庭 又是哥哥 又是爸妈 又妈妈 又叔叔又爷爷的 我得偷着乐 行吧 感谢各位能陪我到最后的进度 现在录制时间是2023 2月5号晚上的2点31分 我是狼肉 这里是伊森卡特失踪之谜 全程游戏时光 本期完结洒滑 感谢你的长期陪伴与关注 我也算是成功填了个坑 还有什么坑 我现在也想不到 各位在评论报上吧 与之下游戏更新什么 咱们 不是 分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